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考虑之际接到了自己闺蜜大伯妹的电话 大伯妹说你也快要结婚了 所以我们必须过一个婚前周末 寡姐回到家之后 男朋友也认为寡姐应该放松放松 寡姐也考虑到姐妹们应该聚一聚了 于是便准备和大伯妹一起去迈阿蜜 参加周末活动的还有现在婚的不是很好的卷发妹 以及离了婚的想回妹 好姐妹一见面那肯定少不了开心加尖叫 恨不得派对马上就开始 姐妹们来到了预定好的海景房 进屋之后感觉不是一般的棒 既然是派对应那少不了朱姓的东西 不过让姐妹们没想到的是 这个房东准备的也挺充分 几个人在酒吧又见到了寡姐的另一位朋友 金发妹 难得这一次必须得找点自己 一口窝后直接起飞了 回到海景房 还嫌不够嗨 又叫了一个跳舞小哥 小哥身材确实不错 对着寡姐就是各种娇柔造作 寡姐当时就受不了了 这都什么玩意儿 寡姐眼光高 大破妹可不挑 直接就扑了上去 这一个千金坠 简直是致命一击 小哥脑袋磕在了桌角上 直接死笑笑了 姐妹们当时就懵圈了 大家也不知道该怎么办 那就吃点东西冷静一下吧 要说这几个人心比胃还大 寡姐的男友阿三哥 对寡姐放进不下 寡姐在电话中还说了 姐妹们叫了一个跳舞小哥 没说下句呢 手机就被踩碎了 阿三哥的心也其碎 随后几个女孩又给律师打电话咨询 律师说了一句挺在里的话 没有尸体谁知道你杀人 姑娘们再次行动了起来 新发妹开着摩托艇 把小哥扔到了海里 然后几个人回到房间 收拾了一家现场 走之前还在海边拍照留念 意外发现小哥被海水冲到了岸上 没办法 只能把小哥重新抬回这房间 正想办法呢 来了一个警察 但这个警察好像不太正经 被卷发妹一招就制服了 看完型号才知道 这个才是真正的跳舞小哥 那刚才死的人是谁呀 疑惑不解之际外面又来了两个警察 看了看第一个小哥的尸体 说这是一个珠宝大道 十分危险 所以你们杀了他应该属于正当防卫 不会被判刑的 这可以说是180度大准则 姐妹们虚惊一场 然后坐下来与两位警官聊了聊案发细节 此时走神的金发妹 忽然看到了电视上的通缉令 原来这两人就是死去小哥的同虎 看完之后还暗示了坐在一旁的小黑妹 小黑妹也注意到了通缉新闻 找个借口上楼去报警 没想到把真正的挑小哥弄醒了 两人的动静沿起了两个匪徒的注意 同时两人也看到了通缉信息 既然身份暴露了 那也不用再装下去了 没费劲就制服了客厅的三姐妹 由于寡姐一直在楼上洗澡 并不知道楼下的事情 出来之后发现自己姐妹们都会绑 赶紧先躲回了屋里 然后用防狼喷雾 偷袭了上来的匪徒 寡姐把她的嘴堵住 绑在了浴室 出来之后又大显身手 从天而降压倒了楼下的匪徒 另一边被绑起来的几个人 捡起来掉在地毯上的手枪 对着匪徒就是一枪 由于打腿上了 寡姐又捕了底下 匪徒直接晕死了过去 这时另外一个匪徒 从浴室跑了出来 嘚瑟之际也被外面冲进来的汽车 直接装备 原来是无所不能的阿三哥前来救赏 寡姐当即决定与阿三哥进行婚礼 而寡姐永勤匪徒的事迹 就被发到了网上 人们纷纷支持寡姐当选参议员 可以说是一个很完美的结局了 好了 本期我们就先看到这里吧 我们下期再见